11月26日A股分析 上证50指数跌近1% 数字货币板块大涨 2021年11月26日 截止收盘 户指跌0.56% 报收3564.09点 深程指跌0.34% 报收14777.17点 创业板指跌0.16% 报收3468.87点 两市成交额较上一交易日 减少114.16亿元 合计成交11017.09亿元 板块方面 概念股 资金流入最多的概念板块为数字货币 稀图永词 小金属概念 锂电池 竹花工 分别为22.01亿 19.09亿 17.12亿 16.99亿 11.17亿 资金流出最多的概念板块为融资融券 出时若素 标准普尔 MSCI中国 HS300 分别为 -286.9亿 -232.87亿 -193.73亿 -164.69亿 -159.68亿 涨幅最多的板块为数字货币 延湖体理 稀图永词 昨日联版 刀片电池 分别为5.22% 3.32% 3.05% 2.66% 2.55% 跌幅最多的概念板块为 屏下摄像 激光雷达 3D摄像头 持异交易 淡化加 分别为-2.21% -2.17% -2.13% -1.94% 跌幅最多的行业板块为 半导体 煤炭行业 电信运营 旅游酒店 教育 分别为-2.2% -1.83% -1.81% -1.73% -1.64% 明日可申购新骨为灵芝 -3.4%